歡迎收看 慕名 慕名 movie 脫殼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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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名脫殼秀 movie talk show Yeah 大家好我是Joe 我是艾熙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電影呢 是幸福綠皮書 這部電影呢 是在講一個黑人音樂家 跟他的白人司機他們一起到 南部巡演的一個過程跟經歷 那在這個他們一起工作的過程中 他們從原本一個完全沒有交集 不相干的人 被迫相處在一起 因為產生了很多接觸 很多的生活上的交集 以致他們產生了很多的衝突 這個衝突 在我們的信仰當中也是 不可避免的 因為我們信仰的核心就是相愛 那我們一定要努力去愛別人 然後付出我們自己的 對於對方的愛和關心 但那個付出的過程當中 跟很多我們不一樣的人 產生很多接觸跟衝突 但是其實這個衝突呢 它是接納必經的路程 就是當我們有了衝突之後 我們才會開始去看見 別人跟我們一樣 或是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一開始像 這兩位主角 他們沒有任何的交集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會覺得 他自己有什麼需要被改變 或是他從來沒看過的地方 當我們願意再多花一步路的時候 去看見對方他的好的地方 他的才能 他的恩賜 他跟我們不一樣的 那些優點的時候 包容跟接納就會產生了 他們原本也完全不一樣 他們可能互看不順眼 對那可是因為他們在這個 工作的過程當中 他們彼此接觸 也開始願意去 分享他們自己的生活 甚至分享他們自己心裡覺得 受傷跟脆弱的部分 就是他們在相處的過程中 兩個人都慢慢的變成更好的自己 然後這個黑人醫院叫他願意 脫下他這個主人的身份 然後也願意跨一步 去到他們的家裡面 跟他們一起用餐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 整部電影的最終 一個很棒的重點 然後也是我們信仰的 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當你願意跨出這一步 要你願意經過這個衝突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 不只是幫助對方成為更好的人 你自己也可以挖掘你自己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他們可以因為這樣去影響到其他 讓這個世界 或者是讓我們身邊的人 成為一個更有影響力的一個群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那一個 願意多跨一步 去愛別人努力付出的人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幫我們按讚留言加分享 還有訂閱 那假如有任何想法或者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我是艾希 我是Jo Movie Talk Show 我們下次見 拜拜